下午好我是袁静 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百歌舞报 首相马哈迪昨天在部落格贴文 为马来人尊严大会辩护 不解为什么马来人集会 就会被标签为种族主义者 但直下去部长兼崇信党宣传主任 卡里沙默则有不同的诠释 他今早在推特转载了马哈迪的贴文 表示集会本身并没有问题 问题是在于集会的内容 他认为各族都会举办集会 讨论如何解决问题 改善自身的处境等等 但如果集会是为了制造 种族仇恨和冲突 那他就是种族主义了 不过我们再看回首相马哈迪 他今天就在脸书发表图邀结献词 为大马信都教徒送上祝福 也不忘针对种族和谐议题再抛戒言 提醒国人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能像大马一样如此多元 却能在短时间内取得快速发展 而对于国内的一些扰乱和谐的事件 但我们相信他们只有一个公共产党 既高院国会议员周一在议会厅晕倒入院后 短短一星期内又有一名政治领袖健康出状况 工程部副部长兼大马鲁区国会议员阿努亚 昨天下午在祷告时突然感到不舒服及呕吐 入院就医后证实脑溢泻 当今大马引述诚诚信党消息指出 目前阿努亚的情况稳定 医生也决定不会进行任何手术 我国迈入了年底的雨季 而昨晚的大雨令槟城的水灾情况加剧 灾离人数从原本的31位飙升至124位 相关单位立即在威中县加开两所疏散中心 滨州卫生福利与爱新社会及环境植物委员会主席彭文宝透露 甘榜八东都苏博的苏散中心共有83位灾离 其中包括了三名婴儿 目前当地水灾的水位介于0.2米至0.6米之间 另外他也奇迹由于润融合与微中线交界 因此当吉达州居林地区下起大雨 也会导致槟城大三角地区发生闪电水灾 今天的午报到此感谢收看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